大家好 我是五仔 這一節又跟大家講一些 跟你們生活息息相關的話題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我們的廣播 今集說什麼呢? 網友大家好 今次跟大家講一個非常勵志的故事 為什麼用勵志來形容呢? 因為一講起有很多內地人士來香港 他們好像沒有生產能力 沒有錢有什麼事就問政府拿錢 拿津貼 有人又覺得我們香港上一代的人士 他們寧願撿紙皮 寧願撿汽水罐 日曬雨淋 賺過雞稅那麼多都不想拿津貼 當然當中有很多不同的原因 但是有人又說 你看看多少內地人士 一刻就申請拿這些福利津貼 有人又說所有都沒有好人 一定個個都是這樣 今次跟大家講一下 有一位內地女 內地大媽來到香港 她拒絕拿送援 更加她自己很辛苦地去做地盤工 去賺錢 她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她背後有什麼原因驅使到她這樣呢? 跟大家一起研究一下 說到她做一個行業都很能賺錢 靠她自己的努力去賺錢 去賺錢 不希望靠別人 這些好的例子 我覺得更加值得大家借鏡 不要只說一定要拿這些東西 不一定的 一定會有好人 這個世界有壞人有好人 我們一起跟大家研究一下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一下 首先跟大家分析一下 有人覺得拿送援是否正確呢? 有人說當然要拿 只要你合乎資格當然要拿 但是我們看到很多老人家 即是我們上一代上幾代 他們都是很拒絕拿送援的 有時候看到那些行街撿紙皮 撿汽水罐 有人說 你以為他拿送援? 他以為你以為他不想拿送援? 他不合資格而已 他沒事做 打發時間 可能他拿著幾層樓收租 這樣也有 也有這些例子 也不少 這件事我們都知道 香港的社會很特別 有些人是不能停下來 他停下來發現自己的時間 不知怎樣花 太多了 於是就找些事情自己做 內何年紀大 沒什麼能力 在體力上 不能再搬碟台 不能做一些賣衣服 做不到幾個月的時候 你就自己想辦法去打發時間 去撿紙皮 撿垃圾變賣 但其實有很多香港的長者 他們都是很拒絕拿送援的 之前我們也聽過很多報道 其中有一位婆婆 更加說 他們覺得拿送援是很難聽 為什麼呢? 他說 他覺得我沒有能力 真的接近完全動不了 你才叫我去拿 他說 為什麼我要選擇 連撿紙皮 撿汽水罐 都要做 我都不想拿送援呢? 有一位婆婆 曾經這樣解釋 他說 其實 這種象徵 是代表一個自力更生的精神 是靠自己對手 去過活的 有人會覺得 這是我最後一滴的尊嚴 希望 有人會覺得 不要靠 有時候 你知道老人家 不要靠年輕人 他們負擔很大 有些人會這樣想 幫政府省錢 他們會想這些 有些人會貼緊 幫政府省錢 你有付稅 有交稅 有多少人 你的兒子女女都交稅 那我庫房拿出來 幫你 是合理的福利 這些 他們更加很多人 一直圍繞著 自力更生 自力更生 但是 有人 反過來 可能搬回 中港矛盾出來 很多內地人 一下來 不時生產 有時間 攤大手掌 問政府拿錢 老實 一元都沒有出過 在庫房上 你這個時候 你叫政府幫你 就是要我們其他人 去白養你 引起很多社會矛盾 更加又說 那些資源分配 出現錯誤 但是這次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一位 來自江蘇的內地大媽 他來了香港11年 他來香港之前 遇到一些很悲慘的事 但是他來到香港 他是沒有拿中環 他靠自己一雙手 靠自己的能力 去賺錢回來 一起跟大家分享一下他的故事 這位內地大媽 他在香港11年 我都不要叫他內地大媽 這位女士 他在09年 在09年來香港 他說他來香港之前 他第一任老公 因為癌症離開了 那時候他想辦法 要來香港生活 可能發現到 不可以了 家鄉沒有錢 要來香港賺錢 而說到 當時他們本身有錢的 家人 整個家人有錢 為什麼呢 因為 原來他要幫他 第一任丈夫 醫療症的時候 他的房子 車子 所有的現金 都拿去看病 最後 因為負債過百萬 這樣的情況下 就去了香港 他剛剛來香港的時候 社工 都跟他說 不如幫你申請 綜援吧 但是 他說 有一次 在學校 聽到 女兒 跟其他同學 吵架 那個女兒 不教別人說 咬不贏別人 他說 他就說 我媽媽就算不做 家裡都拿到過萬元 綜援 小女兒不認識 童言無忌 好像很威威吃雞 那時候 這位女士 就帶著三個小孩 他就覺得 聽到女兒這樣說 好像 養懶人 變了 媽媽不做 我們也有錢 政府養 媽媽好像突然 打醒了媽媽 他覺得這件事 對孩子來說 是一個負面的影響 是很不勞而獲的 那種概念 什麼都不做 有錢代政府 給我 於是 這一位 這位媽媽 不拿中環 不要 我不要 他說 其實他剛剛來香港的時候 其實他不是說 什麼都不做 叫對手拿中環 很多人都遇到一個 言語溝通的問題 因為你不懂廣東話 很多人都說 你剛剛來的 什麼都不懂 這樣 搞不定 不請 他又要照顧小孩 他說拿了兩個月中環 之後就找到工作 更加厲害 我覺得是值得去學習 有時候有些事情 為什麼 你這麼笨 他那種精神 現在很多人都缺乏了 貪小便宜 利益的關係很重 不要執書 這位女士 這位媽媽 他說他拿了兩個月中環之後 他找到工作 他把那個中環取消 更加把之前拿回來 從中環申請回來的錢 退回去 還給政府 他更加帶著三位小朋友 一起去退 好 接著他就解釋 這位媽媽跟小朋友說 其實這個世界 沒有那麼好 沒有那麼好 不是說 天下降下來 你想要什麼就有什麼 你不是想喝可樂就有可樂 是需要靠自己努力 好 後來 這位女士 他為了賺錢 照顧三個小朋友 他找一些高薪工種 有人想一下 不是 他走到地盤 去摘鐵 學摘鐵 因為他看到 原來摘鐵是很高薪的 對 於是就上了摘鐵班 更加不用錢之餘 還有津貼羅 於是他就上了97天的課程 拿了兩萬多元津貼 他在2014年 就考到建造議會的摘鐵牌 厲害 說到這位女士 認真誇張 因為他說 那時候報名 有另一個女士 一起跟他報紮鐵這一行 但是那時候 說到 香港 未有女的紮鐵工人 而說到 這位媽媽 一起報名 那時候 看到一個女士 兩個女士一起報紮鐵 而原來 那位女士的家人 都是做這一行 所以當時由建造議會優先 先給那位女士 你先去讀 可能有根基 你早傳下來 你也是做這一行 你應該有差不多的 就先給他 就先報名 然後 這位媽媽 才是第二個 這樣 厲害了 真的 很厲害 有人覺得 因為 說到 做摘鐵 找得多不多 這樣 其實首先 一件事 他說 做摘鐵這一行 很辛苦 不是說 男女 男人都頂不順 對 他說 平時那些 鋼筋 公字鐵 怎麼抬 大哥 由早到晚 你要搬 你又要想想 一件事 是不是 一天搬幾百條 由早搬到晚 你說做一些地盤工程 你想想要搬多少東西 所以這位媽媽都很努力 非常辛苦 你想想 一個女人 走去做地盤紮鐵 公字鐵多重 他說 沒辦法 你知道香港這個地方 什麼都要錢 什麼都要做 好 更加說到 在香港做摘鐵工 之前不是說輸入外勞 有人說 哇 很高工 原來 他每天做摘鐵工 每天做摘鐵工 大概賺到一千八百五十元一天 哇 挺厲害 而說到 他之前有三個 他在香港 跟現任老公 再生了一個 前前後有五個 所以你想想 有人說 哇 你帶這麼多小孩來香港 但他 靠自己 靠自己賺錢 他不是靠你政府藥 不是需要別人去幫忙 他說現在 有一個在讀大學 有一個就是初中一個小學 那全部都是 他們自己 真的熬出來去養 其實你想想 這位媽媽 那個情況 有點像我們舊時的香港 舊時後 一個家庭不是生了很多個 然後 甚至乎 有些可能 阿哥幫忙出來 不讀書 為了一些錢 省給小妹妹 那更加 阿爸就做幾份工 阿媽就家裡幫忙 可能 做一些什麼 類似穿膠花 做一些衣車 車衣 做手作仔 賺少少少錢 然後 大兒子 大了 大了 然後出去幫忙賺錢 這樣 他捱回來 這種情況 我覺得是值得尊重的 是啊 很久沒見過了 那時候 聽了多少這些精神 有人說 這些才是 真真正正 香港那種奮鬥史的精神 這位媽媽 你看她這麼多小孩 她做這行又這麼辛苦 她一做 足足做了九年 是啊 有人問她 你有沒有想著轉行 她說 其實 在這一行 她實際沒有怎麼轉 位置上有變動過 試過做寫字樓 反過來 她覺得 在這一行 她做寫字樓 但是要回內地 那個人工 都比不上在香港 做這些紮鐵工人工高 那當然是 對吧 真的很誇張 她說 你 做這一行 做個經理仔 可能賺三四萬元一個月 她自己 落手落腳 做紮鐵 一個月 超過五萬以上 是啊 她說 基本的 所以 她說 做紮鐵 可能 做兩邊 不只是做一個地盤 有時候 可能有些地盤 可能需要她這些工種的時候 她就吃兩邊 所以你想想 哇 多辛苦 她說 一邊 做八小時 一邊做三個多小時 每天 就 十幾個小時 八小時 剛才跟你說 一千八百五十元 她做三個小時 那邊 都有 千一元 那你想想 一天接近賺三千元 一天接近賺三千元 那你想想 那當然 人不可能 一個月 三十天不休息 你體力勞動這麼厲害 但是也接近七八萬元一個月 當然 你可以瘋起來 你說不休息 不停踩踩踩十幾萬都可以 但是 你看到她背後那種付出 當然 她是 想證明自己可以得之餘 背後 有很多小朋友 她為了投家 這樣付出 所以 這樣做 當然 很瘋 這位媽媽更加要求她老公 不用上班 因為你也要照顧孩子 她說 她的老公 比你厲害 我給你賺一萬多元一個月 那我 說了我老婆自己 踩兩邊 一個月 這樣踩法 死踩難踩 都接近八九萬元 是不是 那幾千元一萬元 算吧 不如在家 做煮飯更好 這樣去安排 所以可以看得到 是厲害的 是不是 我覺得 是真的可以值得大家去佩服 香港 我見過 我知道也有很多年輕人出來工作 不要說賺多少錢 工資 做多一點點 都是叫救命 好像拿她的命 我寧願去玩一下 所以 所以 在世間 經常都說一句說話 你 多少奸運 多少收穫 經常行良 但我明白 一個道理就是 你最少要有付出 你想 很想 別人 擁有別人的優美 生活 經常都說一句說話 今天辛苦 就是為了明天的快樂 有些人就這樣說 我今天的快樂 你是我之前的積落 我辛苦的時候 你不知道 你看我現在 你看我上岸 很疏乾 硬腳 我做了一隻職的時候 你不知道 我為了 我的未來付出多少 你不知道 你只看到我成功的一部分 所以 為何抬上一分鐘 抬下十年功 你只看到我得到那一刻 你沒想過我付出多少 但很多人只想 我要得到那一刻 這位媽媽 在香港 拿了兩三個月 綜援之後 她靠自己的能力 去賺錢 我覺得 這是一個可以借的 亦都可以告訴大家 其實大家都可以這樣做 其實你只肯付出 你也可以找到一個很高的回報收入 當然 讓人 Ras得到另一半 如果你不是太大了 所以 為何很討厭 那些人 能引起中港矛盾 總算 這次 我看到這位女士 是值得我們尊重的 Goku Judy 或者是誰 她為了投身 真是可以值得學習的 此集到現在 下次再見